为了给宋清宇逃走的时间 我被人强迫了三个小时 导致半身瘫痪 这件事 谁都没有再提 当着全国媒体面 宋清宇亲吻我的瘫痪的左肢 远明 我们结婚好吗 夜里我高兴地睡不着 却听见了她跟姐妹的对话 你们不觉得她又脏又恶心吗 被那么多女人完成了偏瘫 却要我伺候 这是什么道理 我有钱 我给她三百万 三千万 或者三个亿 她能不能放过我 回去后 我淡定地收拾着行李 系统 之前说的 任务完成 我就可以带走两样东西 什么都可以吗 是的宿主 我要带走宋清宇的财富跟健康 求婚那天 排场极大 我从没见过宋清宇那样紧张过 她跪在我的轮椅前 捧起我偏瘫的左肢 在所有媒体的直播中 亲吻在了我的手背上 她在用实际行动 向所有人证明 她根本不在乎我 是不是偏瘫 我激动地连连撑了三声吼 宋清宇激动地连戒指都拿不稳 回到家后 西装设计师就来两尺寸了 我 我是偏瘫 穿西装会不会不好看 宋清宇捧着我的脸清了清 你穿什么都好看 看着她深情流露的眼神 我的不安逐渐打消 下午 宋清宇就去了公司 走的时候 还依依不舍的样子 夜里 宋清宇才回来 好像还不是一个人 我走到走廊 听见了他们的对话 你家那个 睡了吧 早睡了 她有病 睡得比我们早得多 那你怎么想的 真嫁给她 嘉诚怎么办 我心里咯噔一下 嘉诚 不是宋清宇的助理吗 清宇 你不会真要嫁给这个废物吧 你一直洁身自豪 你别忘了 三年前 她可被六个人玩过 我手死死的捏着门框 掐到木头尖刺 深深地扎在指甲缝里 清宇 你跟三年前已经不一样了 没必要跟这样的男人耗着 她纵然帮过你 可你也不能搭上你自己啊 她的姐妹一句一句地劝说着 可我知道 宋清宇不是那种人 整个今世 谁不知道宋清宇对我的爱 可不出三分钟 我就知道 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荒谬 宋清宇吐出一口烟 我也觉得她又脏又恶心 场面冷了下来 没有人再说话 只有宋清宇一口一口 急促呼吸的声音 你们知道 求婚仪式下来 我吐了多久吗 瘫痪的人 皮肤是臭的 清宇 这些怎么不跟姐妹们说 我们还以为你真的 我呼吸剧烈 按着胸口 仿佛要喘不上来气 宋清宇不光骗了我 还骗了所有人 无名纸上的订婚戒指 在深夜里闪烁着微亮的光 我不甘心地捏着 捏到指尖泛白 捏到手指发疼 凭什么我洁身自好 她却被那么多女人 完成天摊 最后却要我来伺候 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吧 清宇这几年确实受苦了 就算当初是为了清宇 可这么多年了 她现在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这份情 也可以一笔勾销了 清宇 退婚吧 宋清宇双手插在发缝里 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我的轮椅滑动到楼梯口 朝上看着 她的书房开着一条缝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宋清宇会那样的吓人 她拿着我平日里吃的药 一颗一颗的碾碎 仿佛这样才能带给她快感 你们说 给她多少钱她才能够放过我 三百万 三千万 还是三个亿 宋清宇是不缺钱 但是她却忘了 这些钱是谁给她的 三年前 宋清宇得到了一个 让她白手起家的项目 她被人盯上了 那天晚上 她带着我抱着项目逃走 身后的人穷追不舍 她说 远明 你替我拖住他们一会儿 他们都是女孩子 他们不能拿你怎么样的 我犹豫 宋清宇却将我朝后推去 她抱着项目资料逃走 远明 你放心 等我东山再起 一定记得你的好 远明 算我求你了 我被他们抓到 他们远比我想象中的厉害 力气甚至比我 这个男人还大 他们用我来威胁宋清宇 宋清宇 把东西交出来 不然别怪我们对你男人不客气 他们拼命地撕受我的衣服 而宋清宇头也没回 隔天 我在医院醒过来 在电视中 看着宋清宇风光的模样 她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在我寻死的时候 就吓了我 她说 她一定娶我 她什么都不在乎 她的申请表露 让大家了解到 我们这对苦命鸳鸯 同时 她公司的股票也开始上涨 从那以后 没有人再提过这件事 清宇 嘉诚知道 你要结婚 可是伤心欲绝 要跟其他人订婚了 你不抢 可来不及了 我滑动着轮椅 吃力地回了房间 没一会儿就听见楼上有动静 应该是他们下楼了 宋清宇是第二天一早回来的 高兴的样子 像是打了胜仗 她回来就抱着我亲了亲 转身去了浴室 水声很大 还放了音乐 但是我还是听见了她干呕的声音 宋清宇出来后 接了个电话 就急着要走 电话那头的人 说了一句亲公宴 至于亲了什么公 不得而知 宋清宇 她回过头耐心地解释 远明 有个临时会议 我得去一趟 我在家无聊 带我一起吧 宋清宇表情微样 一个会议而已 不会不方便吧 那怎么会 宋清宇笑着 可看我坚持的模样 她的笑容也逐渐垮了下来 就是 我们去的是舞厅 你不方便吧 没什么不方便的 宋清宇妥协地点点头 推着我往外走 到地方的时候 她的那些姐妹在看见我后 琪琪变了脸 来喽来喽 蛋糕来喽 祝宋小姐跟白先生订婚快乐 蛋糕师傅把蛋糕送了过来 上面还写着 宋清宇跟白家成的名字 宋清宇扫了一眼旁边的人 抬抬手示意 都愣着干什么 宋清宇 你的演技真好 就连朝夕相处 我都看不出丝毫破绽 宋清宇离开我 坐在了最大的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晃着酒杯 她的心情好极了 每天陪你演戏 真的很累 宋清宇抬抬下巴 她的助理 就给我递过来一张支票 有了这笔钱 你想去哪就去啊 别再跟着我了 我没有一丝犹豫 将支票撕个粉碎 她以为我不愿意 当即将酒杯扔在了我的脸上 还好丢得没有那么准 沈远明 别太过 趁着我还愿意跟你说话 有要求 赶紧提 明明前一天还费我不嫁的男人 此时却站在我面前 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沈远明 差不多行了 你已经不是什么青涩的年轻人了 吃了那么多女人 我们清宇可满足不了你 能给你一笔分手费 已经不错了 像你这样的男人 偏贪 太废物了 我含着泪看向了宋清宇 你也这么觉得吗 宋清宇抬头看我一眼 然后忽然发笑 不然呢 你不会以为自己多干净吧 沈远明 我想要的 你能给我吗 我自讽地点点头 我知道了 以后 我不会再来找你 我一个手转动轮椅 吃力地往外滑动 轮椅上却突然扶上来一只小手 宋清宇低头嬉笑地看着我 不过 这么多年 我确实有句话一直想问你 我没说话 也拒绝不了 毕竟 她按着轮椅 我哪都去不了 三年前的晚上 挺多人吧 那天晚上 爽吗 哈哈哈哈 我紧紧地 攥着轮椅的轮骨 浑身气血上行 感觉要冲昏了头 宋清宇 我对得起你 宋清宇突然张开双臂 你是说我对不起你吗 来来来 宋清宇勾着手指 助理递过来一把支票 宋清宇全都扔在了我的脸上 她看热闹的姐妹哄堂大笑 怎么样 这下够对得起你了吧 宋清宇拍着我的脸 咬牙一遍遍问着 够不够 够不够 沈远明 爽到直接偏瘫了 你这辈子 也算赚到了 其他人 可享受不到 宋清宇 我还不是拜你所赐 我劝你嘴下积德 积德 哈哈哈哈 沈远明 你知道我现在多有钱吗 在京市 我就是德 来来来 只要你能够站起来 我腿都砍了给你 怎么样 你不是能耐吗 我被他们推扫着 嘈杂的音乐 让我只想快点离开 我挪动轮子 慌忙逃窜 暖场的舞蹈担当 手里还拿着卡片道具 随着音乐高潮 白色的寒冰喷满全场 喷出了卡片像雨一样落下 可当我看清那些东西的时候 我浑身血液都凝固了 宋清宇洒脱的在舞池中热舞 眼泪顺着我的脸颊落下 我攥紧双手 系统 之前说的 任务完成 我可以带走两样东西 什么都可以 是吗 我要带走宋清宇的健康 跟财富 宿主 奖励加载中 请耐心等待 漫天飞舞的照片 让我苍白无力 上面的照片 正是三年前巷子里的我 一时之间 我甚至忘了要怎么呼吸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手中照片上的男主角就在当场 让我们用你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 场面一度混乱 尖叫 大喊 吹哨声 我像一只马戏团的动物 被他们不还好意的声音戏耍 从这一刻开始 我才明白 什么感情 这三年来的每一天 都是宋清宇的独角戏 我浑身颤抖 看着宋清宇嚣张的目光 白嘉诚也来了 她一身鼻挺的西装 在人群中格外耀眼 宋清宇搂着白嘉诚的手臂 双眼暗声情愤 我被宋清宇的姐妹团团围住 别走啊 小姐夫 你还没说 三年前 你感受如何呢 哈哈哈哈 小残废 你看见了吗 那才叫爱情 清宇要是对你有兴趣 那就是木残 宋清宇跟白嘉诚也下来了 宋清宇洒脱的笑着 你这副样子 哪个女人提得起兴趣 你也不能怪我 宋清宇摸着我的轮椅 嫌弃的闪闪风 明天 我让人给你打造一个 可以解决厕所问题的轮椅 哈哈哈哈 宋清宇搂着白嘉诚 手也不安分 走吧 再搭理着残废 就很没意思了 白嘉诚坐在沙发上 宋清宇跨坐在他身上 宋清宇朝着我的方向 举了举杯子 他接住空中飘下的照片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我 眼底的闲雾之色 异于眼表 我低头看着脏乱的轮椅 脑海中响起系统的声音 宿主确定要带走 宋清宇的财富跟健康吗 我抬起头看着宋清宇 眼神从没有那样坚定过 我确定 好的宿主 奖励将在一天后完成 你也将在三天后脱离世界 有了系统的话 我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 我没有急着回家 而是滑动着轮椅 出去转转 以前觉得外面很吵 很闹 现在觉得 连风的味道都是自由的 电话响了一整晚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接听 沈先生 你 你来看看清宇吧 他吐血了 我没说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喊叫 清宇 然后就听见了呕吐的声音 我的思绪回到了一天前 宋清宇亲我一下 吐了五分钟 既然那么喜欢吐 那就让他吐好了 沈先生 没必要为了清宇的气话而生气 现在医院都检查不出清宇的问题 你再不来 不会于心不安吗 宋清宇没听说过 笑话人不如人吗 电话那头传来宋清宇的愤怒的声音 他不来就不要来了 我有都是钱 还治不了一个小病吗 我看着系统的面板 也许 你很快就要没钱了 挂了电话 我找了个餐馆吃饭 餐馆的电视上 播报着今天的新闻 一个小时 情势集团蒸发了一半的市值 我吃晚面的时间 宋清宇已经到公司了 电视里 他跌跌撞撞地朝着公司去 左脚刚迈进去 就吐了大口的血 双眼通红 被人围着 宋清宇的脸色只一样白 手轻轻颤抖着 看上去苦不堪言 我以为宋清宇有多大的能耐 不过中午 就再次请我过来 只不过这次 是直接让保镖过来找我 第一 我解决不了 第二 我也确实想看看 宋清宇如何狼狈 所以 我没拒绝 上了车 这是宋清宇的商务车 上面 是浓浓的血腥味 原本去医院 要一个小时的路程 司机只用了四十分钟 我根本想不到 宋清宇为什么 着急地想要见我 下车前 我发现 网上的舆论又变了 原本 我早就名声恶臭 照片铺天盖地 大家都在骂我 痴心妄想 为什么想能去给宋总 可现在 那些消息 一个没有 反而 我跟宋清宇的婚约传得很快 这个月月底 这消息 我这个当事人都不知道 上去后 刚到了住院区 我就听见了宋清宇痛苦的哀嚎 这样的痛苦 会伴随着你一生 这样的礼物 你喜欢吗 推开门 是消毒水跟蓄微混合的味道 宋清宇早就没了当初光鲜的模样 身边的朋友 也只剩下了秦美一个 一生站了一排 却全都束手无策 宋清宇看我的时候 那双眼睛不再有敌意了 他小心翼翼地拉起我的手 一时之间 气不成声 月底 我们就结婚 这是他哽咽了几次才说出的话 我笑了笑 我不会去 宋清宇缓缓地抬起头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是个残疾人 没有父母 没有朋友 难道等死吗 宋清宇害怕地抓紧我的手 我会对你好 真的 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真是好笑 一个人 不过是过了一天的时间 就能跟之前不一样 你不娶我 我也会把你绑过去 宋清宇放开我的手 眼神开始狠闭 我要让他们知道 我不是一无所有 我不是只有一个人 我还有老公 结婚后 我就给你生一个孩子 还有人爱我 一天之间 他从云端跌到了谷底 这滋味 没什么用 当晚 他带着我回了家 他虚弱地 给我断了一盆泡脚水 捧着我的脚就要 放进水里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他没说话 却固执地将我的脚放了进去 可他在碰到我 瘫痪的那条腿时 他控制不住的干呕了 想着我还看着 宋清宇抬起了头 我 我只是病发了 他坚持地给我擦腿 我就看着他一边擦 一边干呕 眼眶里血丝通红 不知道他在惩罚自己 还是试图让自己适应 远明 他根本从生理上就接受不了我 最后 也只是说一声晚安 第二天 宋清宇反常地做了早餐 这是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 吃到宋清宇做的饭 起初 我以为他就不会做饭 没想到 味道还不错 宋清宇 确实是个合格的演员 这一天 宋清宇强迫了跟他一起设婚纱 西装的款式 还是我选的那个 只不过 尺码却换成了白家成的 穿在我身上 松松垮垮 大了一整圈 宋清宇沉默片刻 打了设计师的电话 我换上西装 出了一身的汗 脱下西装 又出了一身的汗 这一整天 宋清宇拉着我 兴致勃勃地跟我讲着流程 他不知道 今天过去 我将会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我耐着幸福 跟宋清宇一起聊着婚礼的细节 算是我们最后的告别 以往 我睡得确实早 今天晚上 我难得熬了夜 宋清宇睡得很早 我看着墙上的时钟 在时针分针都指向十二时 系统的声音在脑海里回荡 即将带宿主脱离事件 回到原事件 十九八七 我跟着他的声音开始倒数 三二 宋清宇睡梦中牵住了我的手 低声嘻喃 别别走 不要 不要丢下我 一 随着倒计时候 我面前出现了一道光门 晃得我睁不开眼睛 下一秒 我就被吸了进去 光门结束后 房间里再次恢复黑暗 房间空气 宋清宇猛地坐了起来 不 不要 他浑身都是汗 在知道是一场梦后 松了一口气 远明 我做噩梦了 宋清宇一手按着头 一手朝身后摸过去 他猛地睁开眼睛 回头看过去 发现床上真的空无一人后 翻身下床 远明 远明 宋清宇快速地将房间都翻找了一遍 他跑出去找了保镖 他的轮椅还在这 应该跑不远 快去找 封锁整个情家 立刻去查所有监控 宋清宇回到房间 连床底下都翻了 外面传来脚步 保镖敲门进来 宋清宇以为有了消息 着急得要站起来 却又重重地跪在了地上 宋清宇按着胸口 疼地倒在地上 浑身抽搐 保镖手足无措 要拽他起来 却被拒绝 别 别过来 宋清宇缓过来的时候 浑身被汗打湿 他坐在床边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嘴唇也因为疼痛被咬破 宋清宇擦掉嘴角的血 问着 找到远明了吗 宋总 监控显示 沈先生没有离开过主卧 保镖递过去平板 那是今天一晚上 从我进入主卧开始的画面 宋清宇突然想到什么 扔掉平板 就冲到了阳台 在确定我不在楼下的时候 他才松了口气 后退两步 坐在地上开始冷笑 笑着笑着 眼泪顺着眼角落下 远明 连你也不要我了 我被那树光带走后 就没了印象 就像睡了一觉 在醒过来的时候 我在自己的床上 我举起双手 发现 自己的身体完好无损 双腿也抬了起来 我高兴地在地上转了好几个圈 等走直线的时候 发现晃晃悠悠的 毕竟 对我来说 我已经三年没有走过路了 我发现 攻略的世界过去十年 对我本来的世界 也就是十分钟而已 我搂着我妈哭了很久 她却说我睡觉睡坏了脑袋 不过 她说什么 我都开心 离开的时候 我带走了宋清宇的财富 所以 一回来 我的创业就得到了很大的一笔收入 我的工作是越做越大 我爸妈跟着姐姐一起帮着我做 有了财富的奖励 我做什么都不会亏 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妈开启了一个新的话题 远明 你也不小了 也该谈到男朋友结婚了 听见我妈的话 我浑身一抖 我抬头张着嘴 硬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攻略世界的种种 仿佛在脑子里放映 胳膊上的鸡皮疙瘩瞬间爆起 我哥看出了我的不对 替我解围 我还没结婚 瑶瑶也不急 对 我姐还没结婚 我急什么 男孩子 不要只忙着事业 你也得 妈 我妈见我姐不高兴了 这才结束了话题 好了好了 你们年轻人自己处理吧 我也管不了 饭后 我姐带我出去散心 爸妈难免封建固执了些 你不用放在心上 你这辈子就算不嫁人 应该也很好 我们两个去了江边 这里灯火通明 正欣赏着河灯 系统的声音突然出现 提醒宿主 宋清宇跟系统003做了交易 撕裂时空来见你 心脏咯噔一下 感觉整个内脏拧在了一起 压迫的气息从头顶传来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系统已经开始倒计时 十 九 八 我姐低头看着我 手足无措 怎么哭了 我姐把我领到旁边的公共座椅上 别哭了 等回去我 我跟爸妈说 以后不会再说这种话题了 别哭 没事的 我姐哭口婆心地劝说 可我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我姐抱住我 我靠在她的肩膀上 低头不敢面对一切 我怕一抬头 就能看见宋清宇 这个事件 有我的家人 有我的朋友 我怕她发疯起来 谁都不会放过 我怕 我姐拍着我的后背 瑶瑶不怕 不怕 我在呢 怕什么 大不了 我们两个这辈子都不结婚了 爸妈就随口一说 不想结 他们不会逼的 身上的鸡皮疙瘩 一直没有落 缓了好久 我逐渐平复了情绪 抬起头 两边一片明亮 见我起身 我哥高兴地拍了拍我 我转过身 正坐在椅子上 却发现 离我一百米 正对着的方向 宋清宇就现在呢 她面对着我 我看不出她是什么情绪 只知道 她在朝着我走 越来越近 我下意识地捏住了我的姐的胳膊 我姐摸着我的头 我姐奔着宋清宇的方向就来了 我感觉神经都拧在一起了 宋清宇的五官越来越清楚 我生理紧张到想吐 别 我们三个撞在了一起 三个人全都倒了 我几乎是条件反射的就跳了起来 我姐抬头看我一眼 然后立马将地上的宋清宇也扶了起来 宋清宇若不经风的模样 仿佛一碰就要碎了 浑身是病态的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着急回家 没想到撞到你了 怎么样 需要去医院吗 这里离医院不远 你好 宋清宇的眼神 麻木 死气 我姐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 宋清宇没有任何反应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远处 她眼睛怎么了 没 没事 听到宋清宇的声音 心脏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抽起来 我 我就是来找个 老朋友 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啊 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我猛地抬头看向我姐 努力地给她眼神 可她压根没看我 叫 沈远明 我姐立马看向我 我急忙拉住我姐就摇头 我姐笑笑 那倒不认识 需要我帮你叫警察吗 不用了 宋清宇没有在纠缠 她茫然地看着远处 抬腿继续往前走 我姐还想说话 我拉住了 回家 我姐叹口气 好 宋清宇算错了一步 在我原来的世界 我不叫沈远明 而是方远明 我忍不住问系统 宋清宇跟003系统交换的是什么 说是双眼 她疯了吗 她就是个疯子 同时我也庆幸 还好 还好是眼睛 宋清宇翻外 我无意间知道了系统这个东西 同时也知道了远明 其实是为了攻略我 才来到了这个世界 起初 我是不幸的 可凭空消失的人 又让我重新思量这个事情 远明离开后 我的生活一片暗淡 所有人离我而去 而我身边 只有远明生活过的样子 没有远明的日子 才是彻头彻尾的孤独 所以 我决定跟系统交换 我要去远明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 而我交换的东西 是一双眼睛 但是我的要求是 从那个地方回来后 我再把眼睛换给他 这东西 真神奇 一睁眼 我就到了一个全新的城市 我看见远明了 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可远明好像很不开心 他惊慌失措的样子 让我自责 他身边 有个女人 那是他新交的女朋友吗 两个人在聊着结婚的事情 远明好像不想结婚 怪我们的曾经 让他无法再相信感情 远明哭得眼睛都红了 他看见我 怕急了 他女朋友拽着他跑 意外的是 朝着我的方向 我们跌倒在地上 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他女朋友要带我去医院 我拒绝了 我只想在最后的时间 再看看他罢了 他问我想要找谁 远明不停地给他眼神 不想让他继续问下去 他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也许 是怕我听出他的声音吧 其实远明 我早就看见你了 远明把他女朋友拽走了 我看着他眼里的恐惧放大 他躲着我 快速地逃跑 我坐在他们 曾坐过的地方 看着远明的背影 离我越来越远 宿主不告个别吗 我平静地说着 系统 你可以把我的眼睛拿走了 你确定用眼睛作为交换吗 之后的日子 你将不能失误